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 我是鱼盘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6月28号礼拜五 今天也就是我们上半年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呢 其实早上开盘的时候 大家还异性阑珊 但是呢 到我录影的时候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从这个小跌到大涨 那现在目前算大涨嘛 也算 因为现在目前我在录影的时候 也涨了一百八十几点 那么我看到盘中曾经涨了两百三十六点 那么指数呢又在两万三这个位置 所以两万是不是地板呢 两万是地板 那有人会问队长 那我们的下半年 是不是那个上半年都涨成这样了 下半年难道还有机会再大涨吗 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指数 最高的时候涨到哪呢 两万三千四百零六点 在这个位置呢 现在短期之内呢 就在五日线这边游走 所以呢感觉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即便是外资呢 在之前呢调节了一些持股 但我们看到投信的人就站在买方 那么大家会心里想 今天是我们的季底最后一天 第二季我们即将结束了 那么大盘呢理论上呢收好一点 让大家更有信心 看看成交量呢 估计成交量呢也在四千亿左右的水准 但是我们今天会看到那个 我先给你看 台积电对吧 大家看到台积电 这两天在整理突然今天台积电就 又开始浮起来了 好 那如果台积电都这么稳 我的意思他都在五日线的强势整理 今天在季底的最后一天 最后的收盘价 我们待会来观察 因为现在还没有收盘 所以呢 现在来观察是 今天不但台积电拉台的指数呢 还有一个重点是之前休息整理的股票 居然又发动了 我先讲 昨天黄仁勋在这个 他又提到了所谓的机器人 今天机器人又回魂了 那很妙耶 那广民先冲上去耶 广民达民机器人 碰咚打到111 然后呢大家看 这是一个修正对吧 好修正 你看之前这么会涨的股票 到现在修正整理完 到了最后一天 居然来了跟涨停 那就索罗门啊 对吧 那你就看啊 不就是呢 之前很会跑的股票 休息整理完之后再来了 再来了 然后那既然大家 这个指标都涨了 那不啰嗦 那我们也来吧 那意思就是 机器人概念又回来了 那机器人概念回来 今天是最后一天 所以理论上 我们看到整理过的股票呢 确实是经过一下整理了 高点会不会突破 这是我们要想的下半年 因为你看哦 我先让你看 你会觉得很害怕 很害怕怕什么呢 这一段上涨过来 到这里 很惊人 那么惊人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会想说 这股票到底有没有赚钱 有赚钱吗 我们来查一下 它有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 第一季 没有 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82块2 好 我们先假设第一季没有赚钱 已经知道了嘛 那第二季呢 第二季还没出来啊 第二季 那六月份营收什么时候公告 7月10号啊 所以下礼拜开始 进入下礼拜 我们就要开始陆续公告 六月份营收啦 那我们就算四五六咯 对吧 好了 我跟你讲 第三季的开始 很多股票是照跑 照样跑 但是呢 等到六月营收完毕之后 公布完毕之后呢 大家就要面临到一个第二季财报 也就是上年报的公布 在公布之前 继续乱跑一通 公布以后 那个叫做半年 也就是2024 上半年的获利 特别注意 我再讲一次 你特别注意 上半年的获利 如果你的股票位阶很高 很会跑 却是你获利跟不上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要面临极大的修正 在那边 特别提醒大家 这是一个股市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常识 也就是说 当你要去支撑股价的时候 你好歹要获利来支撑 除非你未来前景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你说机器人要好 什么时候呢 一两年以后 才会真正的好 我先跟大家讲 所以提醒大家 这今天 大家在那边冲 最后一天 好来我跟你说 基本上是这样 观光旅游可以先不碰 就不碰 你也知道呢 这个大陆一些地区呢 现在被列为 这个高风险地区 这个可能是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关联性 所以好 观光旅游即便进入旺季 你也要特别小心一点 好来了 各位 我们今天看到盘面上 除了机器人之外 当然其他股票都有表现 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 PA的龙头的稳帽 就攻上涨停板 但是没锁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看到稳帽 其实呢 稳帽的股性没有多活泼了 那么但是呢 之前的全新呢 其实先往上攻了 先往上攻先拉回 那我们也说了 有现在很多的股票啊 就是我在这边看说 突然哦 我刚刚打到南电 我心里想说 等一下讲那个PCB 等一下PCB我们再来讲 我先讲那个PA三雄好了 如果你去看稳帽 你去看全新 你去看红捷科 在这几档股票里面 现在的稳帽亮灯涨停了 全新之前就往上攻了 但今天的红捷科 我在那边 我刚刚看了一下 本来开盘气势都很好 但是呢 后来好像又拉回了一下 红捷科我觉得很可惜的 就是说他业绩真的很好 来看一下位阶 红捷科在今年的前面 五个月的营收 都相当不错 但红捷科的股价却是落后 我要为什么要这样跟大家报告 我说红捷科股价落后 我找个资料给大家看一下 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让大家去看 他的前面的五月 前面五月 你看哦 从四月份 二月 对不起 这边四月 这边三月 这边二月 这边一月 他其实都不错 而且跟去年来比较的话 以去年的比较来讲的话 真的相当不错 但是呢 重点会是什么 我再讲一个 这边是累计营收 那转过来 如果跟过去来比较的话 今年的红捷科是不是很有机会 我觉得真的很有机会 第一个 他股本也不大 但是呢 用PA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再看思索的 今年的下半年的PA的表现会相当不错 那那稳帽已经冲上去的红捷科 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 大家请看 我先给你讲哦 这一段拉上来以后 到了144停住了 今天好像要往这边攻 没攻过去 但是这边会过 好 这重点是我们要进入下半年了 所以我打个标题叫决胜第三季 这个决胜第三季的关键点会在于 我现在所看到的股票 你有没有看到前高在哪里 我们讲今年的前高好了 前高在这里 对吧 没有错 前高在这里 但是今年走了半年 我的股价的位阶却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了 这种是一种典型前面有高点 但是到了半年我还没过 可是我上半年的营收相当不错 好 那很有机会 为什么 很多股票的下半年的营收 它是占比是六成 上半年大约四成 所以如此看起来 下半年可能更可观 那下半年第三季到底要碰到什么 消费电子的旺季 好 那如果是消费电子的旺季的话 我们就要思考 今天其实有些股票的隐约在动 所以短线上你会看到 我今天动的股票的族群性很广泛 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什么 被动元件什么什么 国具目前除息还没有填息 所以国具还没有动 那国具还没有动 是不是法人在卖呢 是哦 好啊 那注意 国具已经休息了 123 3 除息下来休息了两天 那么两天以后呢 这个填息有没有办法填上去 我认为可以填上去 我认为可以填上去 如果假设你说我买了国具有参加除息了 是不是可以续报 麻烦各位你续报就好了 因为下半年我们跟大家报告过 有关于AI对被动元件的需求 整个会拉起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被动元件它是一个族群性 那么族群性的话 我们今天就看到 其实有人在尝试的挑战什么 挑战前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立农店 那立农店会想到玉邦 做固态电容的 好吧 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立农店的短线的高点在87块半 今天来到哪里87块4 天哪不差这么一点 对87块半量比较大 8000多张 今天量没有很大 好来 它就接触到这个位置 它会不会在下半年突破 各位你想一下 我刚讲了 上半年创造高点的 然后呢 它如果没办法突破 现在股价位阶还低的 那像这种股票 它是接近今年的高点 对吧 那下半年如果是产业的旺季 理论上是应该要突破 好 那就来了 我们就有太多选择性了 我先跟大家说 下半年的思考模式 我们现在都把那个 所有的关键点都有可能 刚才我前面先讲了77人 但是我先跟你提醒 机器人叫概念 如果机器人真的要产出 你说人型机器人 其实大陆的角度 大陆他们很快 他们做的 他们一看到人型机器人 他们赶快去研发 那种人型机器人 大概三四十万 就可以买得到人型机器人了 我都不知道 如果假设是你要花个三四十万 买个人型机器人 你的作用是什么 这就想说 人型机器人到底可以做什么 好 不管商业化工业化 这里面的机器人 人型机器人的脚步 可能还会慢一些 所以重点会 不释放在机器人身上 机器人绝对是一个引爆的话题 会在那些所谓的领主件身上 好了 那既然如此 机器人叫做话题 所以呢 他还没有算结果 那么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 这种概念 就很容易触发 小型机器人股 这小型我股本不大 我跟机器人有关联性的 我就可以涨 好 涨到最后 来了 我再回来重点 问 我先找一张资料给大家看 机器人概念 我们先找到机器人概念 让大家理解一下 好 机器人概念 你看 自动化系统的整合 有这一些 机器人的本体 有这一些 机器人的零组件 有这一些 有的是重复 有的是重复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 对 所罗门也在里面 广民也在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他们其实都有关联性 对吧 那到这一页的时候呢 就会有跟大家讲 还有什么样的机器人 比如说宝达 这个纳智二不月 这个是日本的公司 他是做机器人机器手臂的 所以宝达 大家心里想 宝达不是很熟悉啊 那个量也不大 那个到底可以操作吗 金莲 有没有 我最近看到金莲 他是什么 AMR 智能物流机器人 过去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你看到 这么多的机器人概念股里面 到底谁真的能产生获利 从这个题材里面 从上半年你会看到获利 我真的跟你讲 你好像看不到 那他们凭什么大涨 因为他是一种概念 AI过去是个概念 对吧 AI去年大涨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也都没赚钱 但是已经大涨一波了 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看最快 那既然AI是概念 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去年 你说看今年 你看广达 来广达最高 今年331.5 可是去年呢 去年是这样 有没有 上来 后来打下来 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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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番修正 然后好不容易在最近 爬起来又往下灌 终于怎么样 创高了 来大家来看一下 所以他就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AI刚谈的时候非常热 啪啪啪啪啪开始往上宫了 你到为为何到最近才又开始又爬起来 你来看看这里 各位 這叫299 所以近期來講299 如果你現在看到300多塊 你一定會思考說 那現在是不是真的發酵了 因為要接近下半年了 各位AI時代來臨了 我們在談的這一些大型的股票 有關於廣達也罷 有關於鴻海也罷 如果你談到它 你談到它 你會談到輝達 你談到輝達 你會想到Black Whale 這個最強的晶片 你會想到GB200 這一些伺服器 好這些是供應鏈 那一些純正的GB200的供應鏈 難道不會發動嗎 好這是重點 因為越往下走就離 我們講的 每次我們看到 是什麼時候可以交貨出來 交貨出來都在下半年 尤其廣達他很明確跟你講 9月 789第三季最後一個月 所以如此看起來的話 即便近期廣達 創了高點以後拉回來整理 但是廣達問 上半年的高點就在眼前 下半年有機會突破上半年的高點嗎 那才是重要的 為什麼這樣講 299解套 對吧 解套以後 你說我300多塊我賣了 有沒有人拉回的時候又買 也有可能 有沒有人追到哪裡 300以上 一定有 過去我們的散戶朋友 你可能有些資金 你會覺得說有些股票呢 好像沒有什麼在動對吧 但是他一動的時候你會很心動 你的心動是他往上攻擊的時候 你覺得他會往上再往上走 有的是抱著短線心態跑上去追 你認為今天如果漲停 我就給你 沒有漲停 我沒辦法給你 那給我 那當然給你啊 那不然給誰 拿到給別人嗎 所以我本來要給你的 結果後來變給我 那我怎麼辦 股價還沒上去 好吧 那我就留著吧 所以我們通聲叫做套牢而已 我講那麼多故事 就兩個字就套牢 對吧 好那就套牢 就是要追嘛 就沒上去 就後來留傷 留傷就套牢 套牢 不對啊 套牢 就是下來 連續下來 怎麼辦 你留著吧 反彈 沒上去 又壓回 又反彈 那就等吧 因為你買在高點嘛 好了各位 我現在講到重點了 三半年曾經買到高點的朋友 你到了這個時間點 你或許有的人解套 有的人還沒解套 但不重要 因為我們還有下半年 隊長有必要這麼樂觀嗎 當然啊 難道我要是安慰大家嗎 還真的有下半年啊 如果你的股票還真的有體質 它裡面內涵相當不錯 它只是籌碼亂了些 那我告訴你就續報就好了 所以呢下半年我們就要開始view了 所以呢第三季放眼第三季 那麼這一群股票有的已經是 我都感覺是超漲了 到底還漲的動漲不動 我不擔心 我現在跟大家講 很多股票都漲的動了 那你說PCB的股票 下半年好不好 我簡單來講 跟大家報告一下 PCB的股票 你去看 我找一些龍頭來跟你說明一下 你看那個金像電 你看它整理多久 天啊 284啊 對 你現在多少錢 你看今年 284的金像電跟它現在 你不要說了 到最低的時候 181.5 這個有沒有差很多 差很多喔 近期之內呢 現在目前呢 股價呢位階是在低檔區 我形容一件事情啊 金像電叫雲端一哥 那麼好 既然它有它的地位的話 雲端一哥理論上股價夠低的時候 是有人會撈的喔 所以金像電 我認為它的股價現在 目前在低檔區 嗯 是喔 好吧 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來看看華通吧 華通是HDI版的一哥 對吧 那我們也稱為 低軌道衛星的一哥 好那如果這樣子來看 華通的股價呢 華通股價倒是不錯喔 那至少比剛才的金像電好多了 你看 今年衝到哪裡 85塊7 然後呢 每一次喔 你去看這個線型喔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高檔區低檔區 這個差距很大 但是呢 我有沒有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想過 一檔體值好的股票 有題材的股票 是很適宜怎麼樣 拉回是機會 拉回是機會 所以要必須等它拉回啊 那大家會想說 拉回這個事情很難處理啊 什麼意思呢 你看這樣拉回 這個叫拉回啊 這反彈 這拉回是更深耶 好這個反彈 這個拉回是更深耶 好然後再來 這拉回 就差不多是這樣了 各位請看喔 拉回到這個位置就差不多了 這簡直就是低點 但問題是 鮮少人會買在低點 一定是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不知道低點 但是有一個參考 先跟大家講 回測 過去的回測的低點 會在什麼地方 打到這個原本回測的低點 前方低點不破 那它必須產生支撐啊 它才不破 對 那產生支撐會怎麼走 彈嗎 再回測的時候 再不破呢 它是墊高的形態呢 幾乎是可以確定拉回 那個叫什麼 那個比較低的位階 也就是相對安全的地方 所以想想看 你是到底是用追的 還是用拉回的時候去佈局 差很多對吧 好那也沒關係 我跟大家講 這種典型的 有低點有高點的 中間的價差生很多 只要方向做反了 那就必須要等待 但至少它會回來 對吧 它會反轉向上 好不好 那好 各位 這個我剛剛講都大型的 那大家會心心想說 那隊長上次 有去比較過那個耀滑 不是也是低軌道衛星 要切低軌道衛星嗎 看起來今年 獲利好像不錯 營收獲利都有上來 所以它是在高檔的整理 是不是跟華通是不一樣 真的不太一樣 那好那最高的位置 是在41.55 有沒有機會下半年來進行突破 各位 耀滑我們跟大家講 它體質有改善 所以基本上 以低軌道衛星 它切下去以後 營收真的有上來 我認為真有機會 來進行突破 這是重點 所以大家會思考說 上半年都創造了高點了 那我們再看看進鵬 進鵬現在本益比也不高 但是呢進鵬呢 近期呢要開始往上挑戰 對吧 大家來講 那高點在前方 有沒有機會 有 因為我們越看的股本還越小 現在進鵬是39.7 那進鵬是以汽車板為主 大家都理解 但是呢 對我們現在目前所看到一些擴產的廠商 似乎呢 越看是越好 好那我們就回來重點 剛才所講的PCB產業 它是電子工業之母 我們就講一個印刷電路板 所有的零組件都在上面 它裡面包括了什麼 主動元件被動元件 全部要在一個板子上面 所以它是電子工業之母 對吧 所以我們裡面會有很多 半導體要講嗎 半導體根本不用講 台積電門嗎 台積電門呢 下半年還更好了 是啊 對啊 我來給 好那我們重新把資料 重新再讓大家看 為什麼呢 台積電門你會發現 這裡面 跟台積電息息相關的夥伴們 有做很多樣的東西 對吧 你說有廠物工程的 有耗材的 有過去我們講的設備的 即便你看到上半年在大漲對吧 但是呢 當我把營收 把獲利再公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另外一股的動能就來了 為什麼 第一 我的設備準備交 我還有很多設備都沒有交 這是未來的獲利 好的 未來的營收獲利 還沒進來 但題材性要告訴我們 台積電不但在擴產 它要擴廠 擴產 好 那 大家一致的目標 也是大家一致的目標吧 一千吧 那法人目標在哪 一千三吧 好好 那我們回來重新看台積電 既然大家的目標都在想一千 問 那一千不就在前面而已嗎 你告訴我一千不是在前面 前面九八四 九八四過去不就一千了 對 那好 那我們現在差多少 沒有差多少 所以台積電漲個幾天大漲以後 它就會到一千 會不會是這樣 會啊 台積電會不會崩 那大家會心裡想 我問你台積電怎麼崩 你會告訴我 就是 外資每天賣 好吧 那你賣啊 你就外資每天賣 你覺得我們的長老們會願意讓你每天賣嗎 你賣我來賣啊 那天不是這樣嗎 外資大砍台積電 結果那個八大關股銀行出手 還有我們的小閃戶的零股出手 你不要覺得你沒幫上忙 我們的零股代表是士氣 好不好 就台積電大跌的時候 我們的零股的股東居然大舉進場 代表 十分看好台積電的未來 所以雖然沒辦法買個整張的 但是我可以買零股 用什麼 用意志力 用決心來挺台積電 對啦 雖然你貢獻力量不大 但是大家都有看法 就是看好台積電的未來 到底誰不看好台積電的未來 我覺得是那種類似像什麼三星電子啊 那個韓國人之類的 他當然不看好啊 好 那既然看好台積電的未來 那我們就思考 剛才我講了 從各股本身各種題材的演變 到下半年是不是有機會再上 要看營收跟獲利 那麼回到這裡來看 所以我們要講的重點是 如果台積電未來能持續看好 就問指數還有空間嗎 那不再講廢話嗎 台積電如果他能夠再大漲 指數怎麼會不漲 所以你看到我切回到指數這邊來給大家看 是不是位置都差不多 對啊 台積電指數不是漲一樣 好 所以請問2萬點在哪 這裡 是吧 這是地板吧 對啊 別鬧了 上市大家2萬點的時候還說它是天花板 所以碰到那邊就壓回來 碰到那邊就壓回來 有沒有 你看2萬點的位置在這 所以我們攻到2萬點有沒有 嚇死人了 哎呦太可怕了 你看啊壓回來了 有沒有 有啊 現在是2萬多少 現在在這 然後哎呦很可怕很可怕 等一下 沒辦法塗 電腦的極限在這 我們沒辦法過去了 好吧 那有可能要往上走啊 有這麼樂觀嗎 不是 那你要多悲觀 到底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你悲觀 我先想一下 等一下 FED升息兩馬 不是 人家只是說不降息 你不要嚇我們嗎 對啊 那對啊 我沒有嚇你啊 難道FED會連續升息嗎 這我到目前看不到嘛 對吧 所以看不到 看不到 有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沒有 我現在 川普有可能會當選 我真的不知道 對吧 那好 沒關係 股市往下走 我們要邊站邊看 所謂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參與以後 邊去看 到底有什麼重大事件會影響 讓股市有利空消息充斥 好吧 目前看不到對吧 那半導體的產業 你往下看是好還是壞 我看的是好 因為AI趨勢正在走 所以各位 理解一件事情 如果台積電是正向的 它是持續是往上的 即便是整理 它是在高檔整理 它持續往上的空間 那麼就不用擔心 我們的指數會有很大的危機 好吧 因為那一些所謂的 我剛剛講的 你今天所看到的那些強勢的股票 它跟指數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你工上掌勤板的那些股票 跟指數沒有關係 萬一它突然回檔拉回 也很嚴重的拉回 你都不用怕 真的不用怕 好所以我跟大家講了 今年下半年還有個年底做上行情 千萬別忽略掉集團股 好我想集團股 包括華新集團也是 你不要認為現在華新科它現在不動 給你看位階你就知道了 你說這個感覺好像在高檔 是嗎 你覺得是嗎 對吧 沒有在高檔 所以被動元件下半年會不錯 下半年其實還有很多題材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我剛剛講的包括PCB那些機器人的這些概念 當然呢 思考的模式會是這樣 大家會追著強勢的股票 今天 昨天其實很多人衝進去太陽能 做短線今天就把它賣掉 所以太陽能 如果你去看太陽能說 短線可能是好像供不太上去 但是我一定要請你回來去關心那種 真正的電力概念股 比如說中芯電 我要跟大家講 比如說中芯電 為什麼我講中芯電 中芯電是我覺得很可惜的一檔股票 去年沒有雲爆假車幣案的話 中芯電的獲利面 其實理論上中芯電的股價可以跟誰比 可以跟市電比 蛤 你相不相信如果去年沒有雲爆假車幣案 他把整個上半年的獲利拿出來了以後 那個加起來是很可觀 但中芯電今年等於是重新再來 也沒有這樣的問題了 他等於重新的獲利能力 重新再來的情況之下 中芯電的下半年我覺得很可觀 那各位可以提 我覺得以我電力概念股來講的話 大家重點還是會放在重電 或者是電線電纜 所以太陽能可能他短線上突然碰一下 因為短線參與的人太多 隔日沖的人走掉 那他會比較亂一點 但是以重電來講的話 我覺得未來的起年都相當不錯 所以千萬別忘了 我們要進入7月了 那麼開始放暑假吧 開始熱真的熱 昨天大家是真的就是真的是輪流來 歡迎士林的朋友 也不能歡迎士林 對不起士林的朋友麻煩先停一下 停什麼停電 高雄的朋友停電 那個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 但是台電都會說明 就是輪流來 你先來換你來 7月用電量需求更大 所以有電力概念股請你續報就好 好不好 續報就好 講著講著那個就沒時間了 我先把這個 上半年做一個 做一個總結 下半年好不好 我認為好 第三季 你要決勝第三季 要找到 對的股票 那麼第三季的強勢股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剛剛在我下方已經告訴大家怎麼操作了 請你在我們的Line裡面留言 在我們的Line裡面留言 留一個WINWIN 贏 要贏錢 第三季 你要怎麼贏 這是一個重點 先來追高還是來佈局 我們有我們的策略 所以那些強勢股呢 大概已經整理好了 一檔一檔帶大家來操作 所以今天 上半年結束了 我覺得行情相當不錯 下半年繼續努力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週見